盆菜食材非常豐富 一般包含高脂肪、高辣、高膽固酸食材 例如烤鸭、豬手、豬腩肉等 另外亦有隱藏高脂肪食材 例如油炸的枝竹和芋頭 所以有生高人士便要注意 除了食材方面 醬汁亦要注意 醬汁例如鮑魚汁、南乳汁等 都是屬於高辣的醬汁 如果有高血壓甚至怕高血壓的人士便要注意 由於賀年食物一般都較高脂肪、高糖甚至高膽固酸 如果有三高血壓 高血糖、高血脂甚至高血壓 就要淺嘗為妙 另外如果有統風症人士吃盆菜的海鮮時 亦要控制份量 以免進食過多高飄凌食物 當然如果大家關注自己的看重 亦要淺嘗為妙 在選擇盆菜時亦可選擇海鮮及菇菌類食物 因為海鮮屬於優質蛋物質的來源 亦有幫助細胞修復之餘 亦有延長飽肚感 菇類食物含有豐富的腺食纖維 有促進腸道健康 幫助排便排毒 當中的水溶性腺食纖維 菇類食物含有助控制血糖之餘 亦有助減低血液中的膽固醇 所以非常適合三高人士進食 茶含有咖啡因 咖啡因會有胃酸分泌 幫助消化 但當然建議大家不要太晚喝茶 否則可能會影響大家睡眠質素 另外茶內含有丹寧酸 丹寧酸可能會與胃部的鐵質 會結合 亦會阻礙鐵質的吸收 所以大家盡量不要喝太多茶 去幫助消化 有些新鮮的菜 有幫助吃食纖維攝取 因為整體香港人的纖維攝取量 都是不足夠的 一個健康的成人 每天建議纖維攝取量 至少是25至35克 可以加上一些蕃茄 一些車尼茄 都是很好的茄紅素抗氧化物 來源 這個慢煮的三明魚 都是含有優質的 奧米加三脂肪酸 有助維持心血管的健康 三明魚亦在少數食物中含有維他命D 維他命D 其實現在有多項研究 指出有助維持免疫的健康 以及增強呼吸度的健康 所以在抗疫期間 食三明魚亦有幫助 炮菜其實也有很好的益生菌來源 因為一些發酵的食物 都會找到一些好的菌 好的菌有幫助平衡 和我們長度的一些益菌和壞菌種 變相也有促進我們長度的健康 而我們長度 其實有七成的一些免疫細胞 都是存在在裡面的 所以一個健康的長度 就有等於我們一個健康的免疫系統 你覺得會不會做到的 我會不會做到的 我會做到的 我會做到的 你會做到的 你會做到的